春光无限好 正是品茶时 今天春茶地图的第八站 我们来到福建宁德福鼎市 这里的福鼎白茶正在采摘期 这里是宁德福鼎点头镇的生态茶园示范基地 如何做好茶文化 茶产业 茶科技 三茶统筹呢 今天就从我身后这片美丽的生态茶园示范基地里寻找答案 而答案要从这些茶厅开始说起 这些茶厅都没打药的 更短 叶厚 喝起来呢 茶气足 耐泡 打过农药的茶厅呢 茶更细长 叶里薄 一杯健康好茶 必须从源头抓起 福鼎通过设立绿色防控技术 目前基本实现茶园的绿色生产 从四万区的效果来看 用生物农药 不用化型农药 是非常有效地控制了病重的危害 今年倒是延伸在茶叶啊 价格卖得上去啊 为推动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福鼎还陆续开办了白茶开茶节等特色茶文化活动 全力推动福鼎白茶制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福鼎白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同时加快传统茶企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自2021年3月10号起 福鼎全市茶清采摘交易 以及茶叶生产销售过程 已全面纳入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系统 去年福鼎白茶的中个产值达到了137亿 扶盖了38万的色茶人员 为全社会提供10万个的就业岗位 白茶只采用尾雕干燥两刀工序 由于人工环节少 无添加 最大化地保留了茶叶本身的营养价值 与适合当年饮用的绿茶不同 适宜长期存放 古来就有一年茶 三年药 七年饱的说法 一口甘醇的白茶 清热降火 沁人心脾